大家好,我是胖姐 自从我们今日头条 这个2021的生机大会召开了之后呢 我们平台上有出现了很多新的政策 一个是我们的收益呢 比以前少多了 还有就是平台明确的表示了 将在2022年扶持一些年轻的作者 因为一说到年轻人吧 就很多人就喜欢这种比较动漫一点啊 或者是这个无厘头啊 搞笑的呀 所以现在平台上就 我发光我自己就发现了 很多这种沙雕动画收图的 因为有一个朋友跟我说了 说他们收费特别的高 这个东西怎么说呢 其实也挺简单的 所以今天呢 我就给大家讲一下 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 我们在今后呢 我就多给大家讲一下这类的教程 首先给大家看一下 我自己制作的一个自己的沙雕头像 其实我们这个东西很简单很简单 也是全部拿手机操作 就可以了 我呢 今天先给大家绘制一个头像 如果感兴趣的朋友呢 我们在今后的日子里 再做一些身子呀 还有背景图呀什么的 我们没有必要花那么多钱去学习一下 其实说白了 这个图片呢 这个影像呀 动漫啊 好制作 但是真正的文案不好制作 就是你怎么写一些东西 吸引人 让人愿意就是 从头到尾的看你的节目呢 看你的作品呢 这个东西不是能教会你的 还是要需要自己的一些灵感的啊 我又废话了 现在呢 就给大家直接上教程 好的 我拿这个平板给大家操作啊 这跟手机是一样的 首先我们先 我先打开我的这个图库 给大家看一下 首先我们先拍一个自己的照片 我呢 就刚才随便拍了 拿相机拍了两个啊 一个是自己的脸部 就是两个自己的脸部 然后就是因为你这个动画里头 肯定是要有一些表情的 对不对呀 然后你肯定是想用什么样表情 都可以要制作好多头像啊 然后我们要用这个省图 这个软件 这个软件 看见了吗 省图 我们点开省图 点开省图之后呢 点开它之后呢 它是这样的一个页面 然后我们加导入 导入一张绿色的背景图 绿色背景图 咱们以前讲过 大家还记着怎么做吗 我们可以随便去截一个绿色的屏就可以啊 如果不会在下边问我也可以啊 我们选一张这个绿色的背景图进来 进来之后呢 我们在下边 我们在下边找到这个涂鸦笔 这儿大家看到了吗 我又说到这个了啊 我们比较方便 一会儿我把它挂上链接 其实我们拿手指头绘的 不如拿一根笔会得好啊 我们选择了这个之后呢 涂鸦笔之后呢 我们选择一个黑色 然后看一下大小 我们一开始先选的小一点 就是也就是这根笔的笔头粗细 就是我们画的一个线条的粗细 就选一个圆圆的脸 加上一个耳朵 好 然后把耳朵这里涂黑它 然后在下边选择白色 选择白色把脸这里呢 涂成白色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把这个笔 稍微的放粗一点也可以啊 就是把它涂成白色就可以了 好 这个就做好一个了 但是我一会儿把这个人脸画进来啊 打堆钩 把这个图片保存起来 备用就可以了 右上角这儿有个保存 右上角这儿 这儿是个保存 我们把它保存起来 备用就可以了 OK 下面呢 我们再返回到剪映里头 点开剪映 把我们刚才 点击开始创作 把我们刚才自己 面部猙獰的这一张照片放进来 放进来之后呢 选择添加 添加进来之后呢 我们在下边找到特效 找到画面特效 然后画面特效之后 往后面翻 这里呢 有一个复古 在画面特效这里找到老电影 找到老电影的话 这样我们的这个照片呢 就成了一个黑白色的照片了 然后我们打对勾 打对勾之后呢 我们把它屏幕这儿 这里有一个放大的功能 我们把它放大 放大呢 我们全部的这个屏幕上 就是我们这个人脸 一张黑白照片了 然后我们再给它 截一个屏就行了 我们不用保存 因为保存的话 它是保存的一个视频 我们截个屏就可以了 好 截了一张照片 然后我们就返回了啊 返回之后呢 我们再回到省图里面 我们点击这个导入 把我们刚才画的 这个人脸的这一张照片放进来 然后我们选择编辑的功能 这个时候我们选择下边的这个导入图片 在最下边啊 下边有一个导入图片 我们选择一下导入图片 把我们这张黑白的这个照片选择一下 然后选择下边这个快速抠图 快速抠图呢 我们拿手滑一下自己的脸部 好 这样呢 它识别了一部分 好的 然后我们选择下边这个橡皮擦 选择橡皮擦的功能 因为抠图的时候 它默认了 抠了好多 就包脖子什么都抠了 我们拿橡皮擦把它擦一下啊 有点大 稍微小一点 如果你觉得操作的不太精细的时候 拿双指把这个屏幕可以放大 可以放大一下啊 这样我们只要自己的眉毛和这个 眉毛和嘴巴就行 因为我们这种沙雕动画 就是要的 就是表情啊 我们可以自己做表情 也可以 就是你喜欢的一些照片什么的 也可以这么做啊 就是别的照片可以这么做 好了 之前的这个眼睛鼻子嘴巴之后呢 打对勾 然后大家看就到了这个屏幕上了 我们拿手给它滑动到这里 然后调整一下大小 然后呢 在下面这儿找到 调节的功能 在下面找到调节的功能 然后把这个光感 色调色温都可以调啊 有点 好的 我们先调了一部分之后呢 我们可以给它合并一下涂层 这样一合并了 确认合并 合并之后 这样就等于是合到一起了 然后就成了一张照片了 合并了之后呢 我们给它保存一下 保存一下 然后我们返回 返回啊 我们再一次的把它放进来 继续选中它 选择这个编辑这个功能 然后这个时候 在下面找到调节 因为它现在是一张照片了 我们继续对它进行一下调节 亮度这里呢 我们可以让它亮一点 大家看 这样呢 然后就是脸 因为我刚才现在是晚上了 照的时候这个就不太好 如果是白天的话 我们照的这个脸 就是我们照的这个脸呢 不是特别的黑啊 然后我们再可以都给它再调节一下 然后这个对比度 好 这样呢 基本上就制作好了 我们对它进行一下保存 大家注意 就是它那个沙雕动画 就是当时说话的时候 这个人不是一动一动的吗 然后就是上下这么跳动的 我们呢 然后再回到剪影里头 点击开始创作 把我们刚才做的这个头像放进来 选择它放进来之后呢 点击一下添加 添加之后 大家还是这样 它不是进来的是三秒钟吗 然后我们就拿手给它滑大 滑大一下啊 滑大一下好操作 然后我们到了这个 在我们想动这个位置 选择它一下 加一个关键针 这个小菱形就叫关键针 添加它一下 然后稍微的挪一点点 嗯 往下挪一点 然后再挪一点点 再往上挪一点 再挪一点 再往下挪 就是这个菱形 它不是红色吗 然后稍微 让它一变颜色 就这样挪一点 然后一变白 就挪它 我们一直重复这个动作啊 一直重复这个动作 好大概重复了这么几十几次 或者是二十几次之后吧 现在就得到了一个屏幕上 一个跳动的一个杀 就是这个杀雕动画了 给大家看一下效果啊 这个就是他们制作的那个动画 在说话的时候 这个人的脑袋是这样上下跳动的 然后我们就把它导出 把它导出 导出了之后 导出了之后 在我们创作动画的时候 我们再返回一下啊 比如我们在创作某一个动画的时候 然后创作动画的时候呢 我们选择下边的这个 画中画的功能 选择新增画中画 然后把我们制作的这个跳动的这个 杀雕头像放进来 然后点击添加 添加进来之后呢 在下边呢 找到这个 在下边这儿滑动 找到这个色度抠图 然后把取色器选到这个绿色的上面 这个圆圈这叫取色器 当它到了绿色的上头的时候呢 在下边这儿找到这个强度 然后把这个树枝往后拖拽 这样你看屏幕上这个绿色就没有了 光剩下一个白脑袋了 然后呢 打对钩 把这个头像呢 覆盖到自己的这个脑袋上 就是覆盖到自己所画的那种动漫上 然后配上音 然后选择播放的时候呢 就是这样的效果了 好给大家看一下效果 就是你配上音说话的时候 它的脑袋就在动了 就是这样的 好的朋友们 我还是那句话啊 现在已经今非昔比了 不像以前的时候 我们做自媒体能挣很多钱 现在已经跟以前不一样了 所以呢 我还是那句话奉献大家呢 不要掏过多的钱 去学习这些东西 其实我们多关注一些博主 然后自己琢磨琢磨 这些东西呢 也可以自己尝试着制作出来 如果大家对这个感兴趣的话 我们以后就多制作一些 这方面的内容 好的 今天的视频就给大家分享这些 好的 再见 再见 感谢观看